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令王沪宁修改党章 要把党的二十大报告确立的重大理论观点 和重大战略思想写入党章 未将习近平思想写入党章做准备 但有专家分析 习学毛不成反轮为笑柄 因中国民众不再盲目狂热拥护个人崇拜 据港媒《新党日报》9月14日报道称 几乎每次党代会都会修改党章 十九大与二十大召开 都是在十月中旬召开 可以参考 可以推测的是二十大党章修改小组 由主管党务的政治局常委王沪宁担任组长 中纪委书记赵乐际担任副组长 一时在六月正式启动 如果二十大也是为期一周 那么十月二十二日将通过党章修正案 文章并指出 十九大的党章修正工作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高度重视 亲力亲为 六次主持召开中央相关会议 以及主持召开六场座谈会 相信二十大党章修改 也是由他亲力亲为 有分析认为 十九大上习近平虽然成为 即毛泽东 邓小平 把自己名字写入党章的领导人 但为使用习近平思想 而是使用了一个冗长难懂的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像是一个很不高明的拼凑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 二十大上可能会把上面那个啰嗦的全称 变成习近平思想 那当然就意味着再生一步 和毛泽东思想完全并驾齐驱了 另据港媒《明报》稍早报道 习近平将在二十大被尊重为领袖 这是继毛泽东的第二人 有专家分析 习学毛不成反伦为笑柄 因中国民众已不再盲目的 狂热拥护个人崇拜 本名黄贝林的独立中文笔会创办人 贝林表示 习近平生长在中国人民对毛泽东无限忠诚的文革时代 受到毛造神运动的影响 他内心的潜意是崇尚代表无穷威力 与无限权力的毛泽东 可说毛是他的偶像 但习近平跟毛泽东没有真正的可比性 中国人民对于习不仅不崇拜 还充满各种业余讽刺 习近平不大没有获得因毛泽东渔民而产生的崇拜 甚至还成为笑话 南华早报前总编辑王向伟也说 中国人民对政府和领导人的拥护与支持 以非毛时代的那种盲目和狂热 而是取决于政策能否持续改善人民的生活 增加人民的幸福感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9月14日抵达哈萨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这是他此次中亚型的首站 也是余两年半来首次出国访问 港媒分析指出 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前出访中亚 传达二十大一切在掌握中之意 但也有分析认为 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据法新社报道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14日在纽尔苏丹下飞机时 受到了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的迎接 两位领导人都戴着口罩 他们的代表团和仪仗队也都戴口罩 习近平在访问期间 表达了对哈萨克斯坦的主权表示支持 哈萨克斯坦是莫斯科的传统盟友 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保持距离 据官媒报道 习近平在会谈中保证 他希望帮助哈萨克斯坦 维护其国家独立 主权和领土完整 港媒《明报》14日刊文指出 这是疫情爆发两年多来 习近平首度出访外国 也是二十大前他的最后一次外访 看点多多 文章认为习近平此行出访 释放了疫情某种松动讯号 其次 过往中共党代会前 党总书记绝少在邻近开会前夕出国访问 一来 会议筹备工作繁重 二来 药房不测事件发生 目前 距离二十大召开约一个月的时间 习近平外访 一来 向外界传递大会筹备工作顺利 二来 彰显其信心十足 一切尽在掌控中 所谓高层权斗 人事摆不平 乃至军人政变等谣言不攻自破 不过 仍有分析认为 习近平此次出访事情并不简单 海外时评人士江峰认为 此次习近平出访不仅包括上河组织会议 还包括中亚两国的国事访问 涉及到对方很多的外事安排 但中共外交部迟迟不能公布出访日程 仅仅提前几天告知 非常违反外事常态 吃住行安全国家领导人的会面 都需要提前很长时间做准备 不公拍的唯一理由就是党内不确定 有几天的时间里 乌克兰部队在一场 似乎陷入困境的战争中 重新获得了主动权 而这一战线自夏天开始 曾几乎没有动静 他们现在已经夺回了多个城镇 和数千平方公里的土地 有分析指 俄军如今的被动局面 根源是普及与情报部门失灵 高层遭到谋骗 军事参谋与战略机构 无法预料可预见的事件 法新社报道 过去几天乌克兰军队 在乌东地区势如破竹 几乎一举解放了哈尔科夫州全境 并且兵临城下 直接威胁卢干斯克州的 占领军和北政权 俄军兵败如山倒 不仅东北部全线崩溃 乌东岌岌可危 而且南部赫尔松和克里米亚战线 也近乎兵临绝境 清雾战争仅半年就全线告急 据总部设在美国的CNA研究所的 迈克尔科夫曼说 莫斯科没有看到乌克兰军队反击到来 这是军情情报的巨大失败 他们完全错过了躲避机会 而国际关系史学家皮埃尔格拉瑟认为 俄罗斯未能预料到乌克兰军队的反攻 费城对外关系研究所的研究员 罗布里甚至指出 社交平台Telegram上的一些俄罗斯频道 一个月前就在谈论 哈尔科夫附近的乌克兰集中地 据这位专家说 俄罗斯军队最大的弱点之一是 对战场上的变化反应太缓慢 法新社报道指 俄罗斯军队在三月企图征服 基辅的痛苦失败已经突出了 曾经被认为 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之一的 未曾预料到的弱点 俄罗斯的情报部门受到指责 包括普京本人 以及与总部脱节的 作战部队的适宜性差 随后 俄军进行了重组 春季在顿巴斯推进 曾给对手造成了严重损失 但是他的军队整体弱点 后来又犯了 据迈克尔科夫曼回忆说 在六月 由于没有进行总动员 俄罗斯人没有替换 被几个月的战斗耗尽的部队 结果是 他们在顿巴斯 却没有做好充分的防疫准备 使前线的部分地区 可怕的暴露在反击之下 据俄罗斯独立军事专家 亚历山大赫拉姆齐心观察到 乌克兰同时进行的反击 使俄罗斯军队任务更加复杂 他告诉法新社 俄罗斯情报部门并不了解 真正的反攻究竟会在哪里发生 据华盛顿CNAS的克里斯托夫·多尔蒂 在推特上说 俄军领导层 没有为乌克兰引进北约的武器做好准备 西马斯和哈姆导弹 或凯撒自行榴弹炮 改变了战争的进程 因为莫斯科没有预见到 他们对战斗的影响 他认为 在俄乌战争开始至今的每个阶段 俄罗斯都无法迅速做出正确的决定 推特前安全主管和美国参议员披露 推特内部员工有至少一名中共间谍 FBI并早就事件通知推特 担心用户资讯可能遭到窃取 而推特内部在中国问题上意见不一 主要是不忍割舍巨大的中国广告市场 推特前安全主管扎特科9月13日 在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听证会上披露 推特的安全问题非常严重 其内部有中共政府代理人 扎特特指 在他于今年1月被推特解雇的前一周 获新美国联邦调查局通报推特 中共国家安全部的一名特工 在推特的工资单上 美国参议员格拉斯利13日 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表示 联邦调查局向推特公司通报了 至少一名在该公司工作的中共特工 扎特科在听证会上又提及 推特团队内部在中国问题上的冲突 一方面有团队希望最大限度把握 从中国广告商那里获利的机会 但也有团队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 对开展中国业务感到担忧 一些推特员工担心 中共政府收集用户数据 扎特科说 这是一个很大的内部难题 中国作为广告市场收入增长 最快海外市场 推特不愿意放弃 最新这轮国会听证会上 推特首席执行官阿格拉瓦尔 以担心影响推特对美国亿万富豪 马斯克的诉讼为由拒绝出席 而对会上的各项不利指控 推特发言人回应 该听证会仅证实扎特科的指控 充斥着前后矛盾和不准确之处 他强调 推特的招聘过程不受外国影响 数据访问是通过背景调查和监控 推特此前曾因安全性松懈而受到抨击 2020年7月 包括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内的 数十位知名人士的账号遭黑客攻击 近年推特与一些有中方背景的人士合作 更令人担忧 2016年4月 推特宣布陈奎成为大中华区总经理 此前曾在微软和斯科中国部门共职的 陈苍天很快被起底 有中共军方和公安背景 好了 以上是本期《万维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我们下期节目